黑夜 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 却用它寻找 惊恐 让我失去了聆听的勇气 可那声音却一直在我耳边回答 魂飞魄散的瞬间 我真的听到了 我真的听到了 吓你一跳的深夜光波 管不掉的收音机 一惊魂 四个不甘寂寞的年轻人 为了寻找自己想要的生活 来到一个小村子里寻找 可以改变他们一生命运的东西 可是在小旅店里 一幅少女的画像 却引来了一连串离奇的杀人案 这四个年轻人的命运到底如何呢 请听悬疑广播剧 天使在夜里哭 下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岳边赫然挂着一幅油画 画像上是一位楚楚动人的少女 长发 白裙 她跪在地上 手中捧着一个黑色的盘子 十分虔诚地向上祷告 昨天有这样一幅画在这里吗 昨天看到的是她吗 可能是吧 但我没有看清她的脸 衣服倒是很像 她叫索菲亚 是一个公主 因为她长得太过于纯洁美丽 很多人都叫她天使 以至于忘了她原来的名字 她极得皇帝的宠爱 可是她却拒绝了邻国国王的求爱 后来和一个平凡的男人产生了恋情 为了那个男人 她抛弃了公主尊贵的身份 和她私奔到这里 盖了这栋房子 可是天使做梦也不会想到 自己不顾一切爱着的心上人 竟是被她拒绝的国王派来引诱她的恶棍 在这屋子的三楼最后一间房里 男人残酷地砍下了她的头颅 在她充满恐惧 害怕 却已经死亡的面孔前 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从那以后 每当天使被杀的那个夜晚 这里就会听到她的哭泣声 她的亡魂忘不了她爱的男人 她在等她回来 不过 安小姐 你可真是幸运 多少年了 有很多客人不听我劝跑到三楼去 却一个也没有活着回来 可是 昨晚我并没有听到什么声音 我因为害怕 只想着快点天亮就可以下山 几乎整晚都没有睡 可是我也没有听见有谁在哭 小安听到 也许是因为她的房间 在那间小屋的正下方 我和朱迪离得较远 所以听不到 那罗阳是睡在一楼的 他更听不见了 可是他怎么会跑到上面去 小安突然想起 罗阳最后说的话 我倒想看看天使在夜里干什么 难道 他本来就打算趁夜深 到那里去调查吗 小安不知道店主 为什么要把他 安排到那个 可以听到哭泣声的房间里 他只知道 如果他不住在那里 也就不会听见奇怪的声音 也就不会有这些可怕的事发生 小安不禁看向店主 却突然发现 他的嘴角挂着一丝阴险的笑 晚饭过后 大家坐在底楼的大厅里 各自想着心事 罗阳的尸体就躺在客厅中央 上面盖有薄薄的白布 已经被鲜血染红 空气里弥漫着令人恐怖 而又窒息的寂静 我想回家 郑宇小安 我们马上下山吧 再等下去 我要发疯了 我也想走 可是我们怎么下山呢 唯一会开车的罗阳他死了 我不管 我宁愿走着下去 也不想在这里多待一分钟 难道还要我在这个小屋 再等一夜吗 说不定接下来死的人就是我 什么天使 根本就是一个魔鬼 朱弟 你冷静一点 明天警察就会到这里来调查的 我们不能让罗阳死得不明不白 就算是真的像店主所说的有冤魂 我也要去弄清楚 今天晚上 我一个人住到三楼最后的房间去 你不能去 你会被杀死的 郑宇的脸色并不好看 他的心里其实也在害怕 可是他是一个男人 此时此刻只能是他去面对恐怖 看着郑宇和朱迪在那里争论不休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小安脱口而出 你们别吵了 我去 小安 郑宇 今天晚上你留下来招呼朱迪 我上去 小安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万一我死于非命 你就赶快带着朱迪离开 小安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镇定 朱迪像看怪物似的看着他 也许是小安过于的冷静 让朱迪恐惧 为什么他们四个人 偏偏只有罗阳死了 为什么罗阳的头颅 就像凭空消失一般 什么地方都找不到 为什么店主会知道天使的事 他和他是什么关系 小安决心要解开 这栋房子的秘密 夜深了 小安坐在那个满是血迹的房间里 看得出 这个屋子有很长时间 没有人住过了 天花板上 桌椅上 甚至床上都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空气里弥漫着腐朽的气息 为了撞胆 他打开了窗子 好让这个屋子不成风际状态 如果有什么事 还可以从窗子逃生 可是 如果真的是鬼的话 他会让小安逃走吗 他不禁笑出了声 自己太幼稚 不过月光从窗口照射进来 好歹也为这屋子添了一点生气 时间快到了 小安看了看不了 昨天也是这个时候醒来的 突然间 他感到自己开始冒冷汗 他知道自己害怕了 房间里静得没有一丁点声音 这令人恐惧的安静 使他原本的镇定 消失得无影无踪 小安的害怕并不是对于鬼魂 而是对于未知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将面对的是什么 忽然 一阵阴冷的风吹来 小安本能地打了一个哆嗦 轻孔地看到 原本关闭的门 竟然自己开了 有东西从外面飘进来 是那幅少女的画像 飘浮在空中 缓缓地向小安这边移动 小安发现画中的少女 和先前看到的有些不一样 是了 他原本闭着的眼睛 现在却是张开的 他在对着小安笑 小安张大的嘴 一直不住地想尖叫出声 突然 画像失去了重力 硬生生地摔在地板上 月光下 哪里有什么人头 画上的天使 依旧闭着眼 向上祈祷着 白衣白裙 肃静而优雅 难道是眼花了 小安拼命地揉着眼睛 看到的还是原来的那幅画 可是 她已经知道 确实是有东西在这屋子里 否则这幅应该在底楼的画 怎么会飞到这里来 想到这里 小安的头皮开始发麻 她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朱迪和振宇还在楼下等她 小安冲向门口 脚却像被定住似的一步也挪不动了 因为她的面前赫然站着一个人 那个人站在那里 散乱的头发披到胸前 白衣的脸孔几乎透明 她定定地看着小安 眼神一样冷漠 她的脖子上 有一道丑陋又刺眼的刀痕 鲜血还不断地从血管里冒出来 逼到地上 果然是她 画像里面的少女 你 你是谁 那个人 那个人还是默然地望着小安 良久 有一种声音从她的喉咙里飘出 很低沉 很脆弱 可是 小安分明听得出那是 笑声 她在笑 她咧开了嘴 露出了流淌着 血丝的白色的牙齿 她冲着小安伸出了手 小安起火色要发疯了 因为那个人的手中 横着一样血淋淋的东西 举到了她的面前 在离小安不到两公分的地方 一股恶臭银面扑了 那是什么 是什么 小安躲不开 只能睁着眼去看 头发 眼睛 鼻子 这是一只活生生的人头 被那个人残酷地抓在手里 脸孔已经扭曲变形 可是小安还是能认出来 这是 震宇的脸 死了 她是我的 那个人把脸靠近小安的脸 阴冷之气 使小安不停地发抖 一切都是冰冷的 她轻轻地在小安耳边呢喃 我的男人 我等他 不 不知哪里来的勇气 小安使足全身力气推开她 没命地向门外逃去 小安一口气跑到底楼 朱迪和店主都在 小安扑过去抱住朱迪 控制不住地大哭起来 她真不敢相信 她怕极了 心脏几乎停止了跳动 小安 震宇呢 她怎么没有跟你一起下来 朱迪 那位血肉模糊的头颅 不 这一定是我的幻觉 这是不可能的 你说朱迪怎么了 朱迪说她不放心 你一个人上去 快半夜的时候 她也上去了 那位先生 八成是已经死了 死了 不会的 安小姐 你还想自欺欺人吗 你明明已经看到了 天使手里的东西 你看到什么了 什么天使手里的东西 我没有 我没有 是吗 那 那是什么 店主举起手 迅速向后一指 小安和朱迪 同时尖叫起来 一处理 原来是什么也没有的两只黑色托盘 现在里面赫然摆着两只头颅 血肉模糊 却又触目惊心 是罗阳和震宇的头 连着头的一小段脖子还在躺血 鲜血从黑色的盘壁溢出 流到了半夜 血流过之处 原来没有字的地方 慢慢出现了红字 哭 天使在夜里哭 宿命如此 店主的眼中 忽然闪过一些什么 他缓缓地向小安和朱迪靠近 并把手伸向朱迪的头发 清晨的空气有一点萧瑟 山上万来俱寂 小安走出旅店的大门 一眼就看到大树下躺着的两具尸体 都是男性 都没有了头颅 他们那么相似地摆在那里 让人看了不禁想笑 小安走到其中一具尸体边 从她的裤子口袋中摸出了汽车的钥匙 经过了那么刺激的两个晚上 小安想自己应该离开了 为了编一个凄美的鬼故事 自己浪费了不少脑细胞 所以她要找一个舒服的地方 好好休息一下 车子开到半山腰时 被一名警察拦下了 小安摇下车窗 只见她很有礼貌地行了个礼 对不起 小姐 可以检查一下您的驾照吗 可以 给你 你们真是辛苦啊 是啊 谁让山上的旅店出了命案呢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 这些警察原来是准备上山调查案子的 小安一点也不担心这个 因为她相信店主会处理得很好 小姐 给您的证件 您的名字真特别 叫安切尔 像外国人的名字 这发音在英文里是天使的意思吧 我想应该是吧 这个警察挺认真 他让小安下了车 检查了他的车厢和座位底下 他指着座位下的盒子问道 小姐 这里面是什么 我打开它 您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哦 是黑夜丝啊 我知道 这是什么 也是黑夜丝 那个盒子装不下了 好了 小姐 您可以走了 谢谢 小安发动了车子 慢慢向前驶去 颠簸中 小盒子的盖子松开了 里面的千丝万缕 开始在风中飞扬万物 就像朱迪活着的时候 一头无黑亮丽的长发 看着发丝在风中飘飞 小安的心情格外舒畅 他想 车座底下的黑夜丝 应该可以卖个好价钱了 他点了一支烟 在烟雾缭绕中 小安漠然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微笑 天使在夜里 应该微笑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广播剧 天使在夜里哭 下集 改编 彭飞 导演 王宝云 剧中人物 小安由张力饰演 朱迪由于书伟饰演 郑宇由新郑宇饰演 罗阳由秋昊饰演 庞白 王林 录音合成 刘鹏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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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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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